胡忠祐 怎么样 想好了吗 刚才我们给医院打电话 说手术很成功 你母亲的情况很稳定 我母亲知道我被抓了吗 她现在还不知道你被抓 我们只是说你有事出远门了 谢谢 你千万别误会 我们只是不想让老人有什么闪失 不是为了帮你 因为你现在还是一个犯罪嫌疑人 我说得对吗 我希望你不要一错再错了 现在是警方给你立功赎罪的机会 你想清楚 郑总 我觉着任中好总在南州也不是个事啊 我怕他把事情搞大了 怕到时候咱们控制不了他 那就难办了 我想他不至于 这南州还是我的天下 没他任中好损失 他应该知道分寸 如果到时候他要是不听您的 那可就麻烦了 您说是不是 这就是江湖的规矩 这是我的地盘 好 那我先出去了 任中好是走是留 可由不得他 好 我跟你们合作 但是我有几个请求 胡忠悦 您现在还提条件啊 我不是谈条件 我只是放心不下母亲 行 那你说说看吧 第一 你们要确保我母亲的安全 现在就有干警 守在医院保护你母亲的安全 那好 第二 我要在医院照顾我母亲 直到她出院 您放心 我绝对不会逃走 我会考虑 其实我知道 你们的承诺没有任何意义 我只求你们 确保我母亲的安全 我再跟你加一条 你在监狱服刑期间 我们会一直照顾你的母亲 直到你刑满释放 一会儿我就会派人送你回医院 记住 在这期间 如果有买主和你联系 听我们安排 任哥现在这么器重我 咱就要发财了 想吃什么 说 我听说那家的龙虾很好吃 要不咱们去吃龙虾吧 行 真的 太棒了 看什么呢 看 这俩吃怎么样 你能行吗 这是你能干的活吗 自己几斤几两不知道啊 不要命了 连你也看不起我 是 想当初在朱金山手下的时候 连辆车都不敢偷 但现在不同了 现在交易闪高弹 这么重要的事 我马强都能办 现在偷辆车 又能算什么 那你去吧 我帮你把风 你能行吗 你怎么能拿这种东西来偷这种高档车呢 咱们是来干技术活的 不是来打修的行不行啊 你还堵造你的破铁刺有什么用啊 那要是孔那么小能捅得进去吗 还有这破螺丝刀 懂什么看不懂 哎呀试试我这个 我就说这不是你干的活儿 你就是不想带我去吃大龙虾 杜队 昨天一辆被盗的轿车 在高速公路收费站 强行冲下逃跑 陈彪 你跟踪我 没有 我正好路过 看见温阳小姐 你一个人坐在这里 好像有什么心事啊 买单 不不不不 我说完马上就走 你别这样吧 我呢 很欣赏 魏阳小姐的才华 你在邓总面前是红人 我是邓总的得力干将 如果咱们俩联手起来 你觉得如何 多谢彪哥谈爱 我魏阳不才 哪能跟您平起平坐 对不起 哎 我知道 红星将级 下一个就是我 我倒了 下一个 可就轮到你了 我们都是世界集团的人 各自干好分类的事情 刚才彪哥说的 我不会张扬出去 也不会跟别人讲 您好自为之 马亮 马亮 肚子让我告诉你 把胡忠愈送回医院 好几个晚上没睡觉了 快啊 我去吧 让他休息休息 这两天累得够呛 就这么定了 谢谢二姐 你了 睡吧 几个月没见你又干上去了 你整天不务正夜的 吃喝嫖赌 彪哥 这事我都给你打听好了 来 说正事 说正事 跟你说 快说 快说 这个魏阳啊 他可不简单哪 他可是个狠角色 那这些还用得着你说 他手里面啊 掌握着大量的资金 而且长得还很漂亮 那身材啊 那可以说是 南州的一枝花啊 我说你脑子进水了吧 我就是想知道 他魏阳在世杰集团 玩什么猫腻 他和邓世杰是什么关系 你给我扯这些干什么呀 邓总的关系 好 打住打住 先 我准备好了 但是不能给你 明白吗 你到底是真糊涂 还是假糊涂 给我真打听 还是假打听 我真打听了 真打听了 来来来 你过来 你真没用了 废了你 给我滚 什么人呢 你在我面前瞎编 你不要让我看见你 杜队 结果出来了 嫌疑人身份已确定 马亮 过来 怎么了 杜队 你是不是又让大雅 替你跑了一趟 瞒不住你 中午的时候 这个绰号叫黄毛的人 驾驶一辆被盗车辆 强行冲卡 他可能知道 我们需要的一些东西 那这黄毛在哪 去修厂 你说 谁去啊 杜队 走 哎 干嘛 干嘛呀 干什么呀你们 警察 跟我们走一趟吧 今天中午你在哪 干什么了 我在修理厂睡觉啊 睡觉 那在高速公路收费站 撞卡的人是谁啊 什么收费站 我不知道啊 好 我来告诉你 今天中午 你在高速公路收费站 强行撞卡 已经被监控器拍下来了 监控器 什么监控器啊 你不会连收费站 有监控器都不知道吧 这回知道了 我哪知道那里还有监控器啊 为什么撞卡 我 头脑发热 犯糊涂了 黄毛 要知道这是公安局的审讯室 你平时干那些偷鸡摸狗的事 可到不了这儿 你给我想清楚了 怎么着 南州丢这么多车 都是你一个人偷的 如果你打算一个人扛着 我来帮你算一下账 丢的那些车 加起来的总价值 最少也要上千万 我向你保证 你得在监狱里待上很长一段时间 你是守着你的义气 看着别人在外面花天酒地 还是配合我们警方老实交代啊 你等等 我说 我全说 今天中午的那个车是哪来的 这车真不是偷的 是我花一万块钱 从朱金山那里买来的 朱金山的车是哪来的 都是偷来的 邓总 看来心情不错 我把拿到了 没出什么问题吧 没什么 大马要派人过来 什么 派人过来 说是技术支持人员 要搞什么呀 我想 他们可能还是信不过咱们 现在也没什么别的办法 做好你的事 都是生意人 出货才是硬道理 杜队 黄毛了了 朱金山这回可跑不掉了 趁他还没有得到风声之前 我们把他拿下 传爷们儿 再跟我跑一趟吧 是 大哥不好了 黄毛被抓了 你说什么 黄毛出事了 他刚跑 我们晚来了一步 看来朱金山 听到什么风声了 他这一走 我们很难再见到了 马亮 通知交通部门 把他给我堵在南州市 是 大哥 嫂子 大哥 我被警察盯上了 怎么办呢 怎么警察突然找上门来了 是这样的大哥 今天早上 黄毛提走了一辆车 到下午也没有消息 当时我就觉得可能出事了 果不其然 刚才手下打电话说 黄毛的确出事了 这不我就赶紧过来了 大哥 现在怎么办 我早就告诉你 现在风声紧 手里的车千万别出手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大哥 我不是贪图那几个钱 实在是兄弟们手头太紧了 我就想卖几辆车 给兄弟们分点钱 把这段时间给挺过去 行了 我看 现在南州 你是待不下去了 这样吧 你出去 散散心吧 没那么严重吧 有这么严重 看来 这个朱金山 是得到丰盛了 这下倒好了 朱金山消失了 任中豪也不见了 你说这两人 是不是伤了好了 这朱金山 跟任中豪 肯定有什么关系 会吗 朱金山跟任中豪 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 朱金山鲁莽冲动 任中豪谨慎很多 我查过 当年任中豪 雄霸一方的时候 朱金山还只不过是 一个汽车修理厂的 小学徒 直到任中豪 案发逃离南州市 才给了朱金山 一个出人头地的机会 所以 当年的朱金山 就是现在的黄毛 队长 我不懂 朱金山的地位 跟现在的黄毛 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 犯罪链条上 最低的一环 由任中豪 掌管的一切 几年以后 任中豪 案发逃离南州 这就给了朱金山 一个机会 朱金山 凭着一股蛮干的狠劲儿 才算是坐到了老大的位置 可是 也就是说 任中豪又坐老大了 没错 他是老大 而且这两个人 可能在明争暗斗 对 这就可以解释 当初 在同一个城市 相同的时间 不同的地点 两辆车 同时遭到抢盗 但是作案手法 却大不相同的原因 当时我们没想到啊 这很正常 任何事情的推理 都有一个出发点 现在朱金山的失踪 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这场比赛 应该是任中豪赢了 对 这个朱金山 会不会已经被任中豪除掉了 不会 朱金山 肯定是躲到外面避风头去了 大哥 有句话 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说吧 你是不是 想趁机把我赶走 独吞南州市 这块肥肉啊 我硬得着 费那么大劲吗 我现在 可以轻轻松松的 就把你给飞了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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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玩笑 你别跟我开玩笑了 我这想 开玩笑吗 想 不想 这样 你呢 连夜去青山市找我的一个朋友 躲上一阵子 这儿的事啊 就交给我了 青山市 真的要走啊 兄弟 如果你坐在我这个位置 你会怎么办 不是 其实我知道你小子心里怎么想的 你现在还是有点不服我 不服 做老大 做老大 就是这样 谁有胆子 谁站出来 谁够狠 谁有脑子 谁就可以当老大 是 是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了 马强 送朱大哥走 请 那我走了 那我们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我想 我想 我想向局里申请 立即通缉 朱金山 然后我们对外表示 把所有的警力 放在朱金山身上 希望任中豪 认为自己 但是是安全的 然后我们再秘密地 把我们的警力 转向对任中豪的调查 这可是欺骗媒体啊 如果被拆穿了 可够你受的 谁说我们是欺骗媒体 我这叫利用舆论资源 与时俱进 行 就这么定了 叶南 向媒体透露消息的事 就交给你了 好 马亮 你去局里申请朱金山的通缉令 好 大烟 去医院盯着大虎 顺便 看看他母亲 好 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 没有 今天就到这儿吧 好 送走了 送走了 这两天你跟大虎联系一下 让他做五颗闪光弹 大虎的母亲正住院 恐怕没这个时间吧 我管他有没有时间 我要准时拿到我的东西 你凡事动动脑子 还要我来教吗 是 豪哥 我自己想办法 肥肤 阿姨 您好 这是谁啊 他是 我是大虎的同事 单位领导知道您住院了 特地让我来看看您 给您买点水果 谢谢 来了就好 还买啥东西 单位也不景气 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嘛 阿姨您今天好些吗 挺好啊 大虎 接电话呀 是不是单位领导有什么事啊 是 妈 我出去一下 阿姨 最近厂里事特别多 我也出去看看 好 你们忙 您好好休息 姐 喂 我是大虎 要祸 没问题 明天 好的好的 我母亲住院 我脱不了身 在医院交话 好 依然 媒体的事办妥了 大压那边有消息了 是吗 向胡忠于买闪光弹的人约他 明天中午在医院交易 太好了 明天刑警队在医院设服 给他们来个关门打狗 交易地点在医院 我们就要考虑人员的安全问题 一旦嫌疑人在医院里拒捕 到时候后果不堪设想了 这个我也想到了 所以我觉得 医院的停车场 来往人员比较少 比较好控制 抓不起来也方便 医院停车场倒不错 但是 怎么能让取货的人 去那儿消逸呢 这 只要看我们知识分子 大虎的本事了 这样 明天为了医院人员的安全 你必须把交货地点 定在停车场 可是他们怎么会听我的 胡忠语 你听我说 现在是我们抓任忠豪最关键的时刻 对于你来说也是最关键的时刻 你不禁现在还躺在医院里 你不希望一个亡命徒 拿着枪在医院里乱闯吧 我告诉你 我可不想 所以我不管你明天用什么方式 必须把他给我引到停车场 明白吗 我明白 还有大虎 我们会选择时间对嫌疑人动手 交货的时候千万不要慌张 我们的人就在你周围 一旦有什么问题 我们会第一时间保证你的安全 记住 交易结束后迅速离开现场 千万不要在现场逗留 你们要小心 那帮人都是亡命之徒 谢谢你的提醒 我们会注意的 明天 等取货的人来了 一切按刚才说的进行 好的 咱们先回队里吧 喂 大虎 我到了 我在医院照顾我妈呢 我上来找你 不行 你身边都是警察 有个警察住院了 很危险的 警察一步一步地来 你等我一会儿 我一会儿就给你拿出来 咱们在门口停车场进 什么 地点赶在停车场 好 我知道了 毛仔 去警察场接货 现在就去 好嘞 各单位注意 嫌疑人靠近 准备进了 赶紧快点 回我啊 大虎 你出饭了 这个 抓着啥回头 你 冒失点 我可什么都没干 你们抓错人了 你听好了 现在是我们给你机会跟我们合作 如果你老实交代积极配合 我们会根据你交代的情况给你宽大处理的 如果你不支持不配合 想一个人扛也可以 但是你要知道 私自倒卖军火要判多少年 这个罪名有多大你知道吗 军火 什么军火 我不知道什么军火 他们只跟我说一些银子骨丸啊 他们是谁 马强啊 你为什么一个人去 马强呢 到医院附近的时候 他让我下车 一个人去停车场接货 他说什么 他说给我监视着 害怕对方耍滑头 你们俩在什么地方见面的 就是前两天 他愿我在城南的南郊外见面的 大哥 翔子 怎么样 货拿到没有 这个大活 和警察布了个局 我差一点就在里边了 那货呢 没拿到 要不是我机灵 我现在就关进去了 那你怎么跑出来的 这个呀 真选 幸亏我安排让马仔去 结果 警察还真在那儿埋伏 那警察 知道咱们这个地方吗 这你放心 我让了好几圈才回来 我看 还是小心点 翔子 你让手下的人 马上把车拽到安全的地方 这您就多虑了 好好好 我去我去 好了 别生气了 行不行 你看你这小脸 都嘟嘟一晚上了 行了 别生气了 妈妈不是给你赔礼道歉了吗 我又不是故意 不去看你家长会的 你要是不信 要不你哪天 去问问叶楠阿姨 妈妈最近真的是很忙 文文 要不 改天妈妈带你去吃好吃的 哎呦 千万别哭别哭啊 哎呦 行了 别生气了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你说 那你想怎么办 哎呀 你倒是说句话呀 我是真的太忙了 我实在超不住时间 你忙忙忙 学校看家长会你也不去 爸爸不在家 你也不管我 你知道这次家长会 对我有多重要吗 你这孩子怎么 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妈不是都跟你说清楚了吗 我就是很忙啊 这一次全年就开家长会 校长亲自表扬 所有考试成绩 很优秀的学生 你就不来 哎呀 这是怎么了 这是 来来来 哎呦 来来来 别跟孩子生气 听到没有 不就是没录像吗 行了 老老给出个主意 去 把咱们那低微拿来 咱们在家拍不是一样吗 去去去 去吧 依然 别跟孩子生这么大的气啊 这身体要紧 你得自己注意身体 情绪 听见没有 妈 我真的没办法 我也想陪她 可是我真的实在太忙 妈理解你 听见没有 自己得好好照顾自己 啊 马上收拾东西吧 啊 马强不是说没事吗 怎么还要走啊 就他那点是杀能心吗 我主要觉得 这个地方这么好 我们还没住几天 又要走 这样的房子 我就只丢再多 我也不会心疼的 最重要的是 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什么时候 我们才能有 自己固定的家呀 我想好了 等我把这笔买卖做完 我们就出国 啊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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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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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姥姥说 你听姥姥说 不是姥姥 抱住 是你还太小啊 晚安 是你太小了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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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晚上必须得陪我 那还用说 爸爸昨天晚上吃班 早上回来啊 就是要 陪你一块过生日 把你的爱 永远留在我的心里 为你 为你 爸爸 你说啊 十分钟之内 洗脸刷牙 妈妈都给咱们做好饭了 听见没有 爸爸给你保证 就是在吗 你要回来 给小婉 给小婉过生日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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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 我愿意 躲在风雨里 把你的爱 爸爸 放在我的心里 爸爸 我好烈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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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为你 不需要千言和万语 为你 我愿意躲在浮云里 把你的爱 永远留在我的心里 把你的爱 永远留在我的心里 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交代 马强现在可能在南郊 南郊 嗯 那好 我们走 马仔说马强在这儿是为了掩人耳目 你知道我们刚才去的是什么地方吗 天和高尔夫和世界度假村啊怎么了 走 回局里 为什么 队长 你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 治病救人的药 刚才我们追查嫌疑人的地方 公路的两边 左边是天和高尔夫球场和世界度假村 右边是私家住宅 是啊 有什么不对吗 犯罪嫌疑人作案时乘坐的那辆车 我们一直都没有追查到 而对南州各住宅小区停车场的摸牌 也没有相关线索 对啊 嫌疑人的作案车辆和他本人应该是藏在 及其私有和偏远的地方 而别墅区正好符合这个条件 况且还有私家车库更加隐蔽 是啊 你怎么看 你们这是常规思维 我判断啊 度假村相对别墅区来说人员比较杂 而且隐蔽性也更强 要知道 嫌疑人这次回来不是要在南州安家 而住在度假村 生活既能过得比较舒服 又可以方便隐藏和逃逸 没错 而且根据嫌疑人交代 他与马强见面的地点 基本可以断定就在度假村 所以这条线索就非常清晰 哦 我知道了 您这次是来了个倚车寻人 也对 我太佩服你了 我说什么来的 够你学好几年的吧 怎么样 都饿了没有 嗯 马亮 给姐姐们买点吃的去 就是就是快去 一二姐 借我一百块钱 对 嗯 嗯 别看我啊 啊 木子啊 走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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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客气 请慢用 小冉 你说她这个人倒是挺好 也挺热心的 以前还是个刑警 可是人家也没跟我说呀 我也不能太主动 哎呀 现在都什么社会了 谁主动不都一样 谈得来就试试呗 想那么多干什么 可是 他们干警察的 总是临时有任务 我爸妈能同意吗 我一想到这个 我就觉得心里没底 别想那么多了 这不是自己折腾自己吗 没事的 放心吧 小冉 你说 我爸妈要是不喜欢他 那怎么办呢 你呀 就别瞎操心了 怎么会呢 等你们俩真成了 再去见你爸妈 我看他那么能说 你爸妈肯定会喜欢的 是 这倒是有可能 跟你说说 这心情马上变得好多了 对对对 把话说出来 总比憋在心里强 这挺好看嘛 嗯 哎 哎 吃饺子了 来什么馅儿的 来 杜队 有韭菜在回乡的 韭菜不吃回乡也不吃 坐 就你挑食 那你想吃什么呀 吃肉啊 肉 你爱吃不吃 杜队 坐下吧 赶紧 都赶紧吃吧 要不我也来一份吧 给我一份 你怎么那么多事 来来来 马亮 吃完了以后 跟叶南去趟 世杰度假村别墅区 杜队 任装好万一跑了怎么办 如果不出我所料 他应该已经闻风而逃了 那你让我和叶队两个人去 还有什么用啊 干我们警察的 食谱酒空 有一分的希望 也要付出十分的努力 嗯 知道 马彪 任装好那边怎么样了 他那边不好办哪 这个人不太好说话 恐怕是个麻烦啊 这件事情一定要抓紧 是是是 我这次让他回来 我们是有目的有计划的 一定要盯住了他 我明白 叶队 你怎么搞的 去这么长时间 别提了 这个小区的东西太贵了 我跑了好几条街才买到 哎呀 怎么样 有什么动静吗 没什么动静 来 给你这个 哎 哎 哎 我说也对 你说 嗯 这都三天了 哎 你还能吃得下去面包啊 有了吃就不错了 嗯 嗯 当心辛苦吧 你想听我说真话呢 还是假话呢 我就不爱听你说废话 赶紧说吧 嗯 其实 我小的时候 特别想当警察 每当我看见穿着警服 手里拿着枪子警察 我就特别兴奋 于是呢 高中毕业就考了警校 你这不 警校毕业了 老天算是别照顾我啊 就分到了刑警队 哎 哎 你是 新分配来的警员 马亮 报到 马亮 对 我是马亮 你好 马亮来了 我叫罗飞燕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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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月姐 三队的副队长 队长好 不错 大雅 带马亮到张队长的报道 好吧 走 报道 你就是刚从警察学校毕业 分到我们队来的 是 大点事 怎么想没吃饱饭似的 报道 哎 当兵啊 是所有男孩的梦想 有梦想就好啊 你知道我现在的梦想是什么 嗯 我就恨不得现在啊 赶紧抓住任正好 来 为了你的梦想 再来一个 嗯 这个萧玉宁又不见了 哦 萧玉宁啊 走访去了 走访 对啊 一会儿他回来 您让他见我 好 知道了 小黄 哎 老小 你最近是不是又犯事了 你别一惊诈的 犯什么事了 那为什么所长捧着个脸找你 刚才所长找我 对啊 不说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